这三个被抛弃的三胞胎从小到大就带来不少麻烦 刚被丢在孤儿院时一拳打飞了修女 刚来的修女们见这哥仨这么可爱 以为是天使下凡 结果却是三个小恶魔 一眨眼十年过去了 三兄弟不仅一点变化都没有 就连导弹系数还是这么高 可把修女折磨得够惨 修女们纷纷商量必须将这哥仨送出去 这天刚好来了对夫妇领养小孩 修女们把孤儿院里其他小孩都藏起来 只留下了三兄弟 三人又唱又跳的自我展示后 夫妇决定收养三兄弟中的蘑菇头 回家路上夫妇表示今天是蘑菇头的生日 让他许个愿望 蘑菇头则想让他们领养剩下的光头哥和地中海 夫妇这一听很是感动 既然三兄弟感情这么深也不舍得拆散你们 那咱们就领养另一个小孩小黄毛吧 25年过后哥仨早已长大成人 就连修女都得到了进化 今天三人要修钟楼 地中海抡起铁锤 直接把蘑菇头砸出外伤 光头哥带着把电锯晃悠悠的爬上木梯 结果直接把木梯锯成了一半 蘑菇头这一看火气都上来了 抢走电锯直接朝光头哥劈去 结果光头哥还是个铁头娃 居然毫发无损 蘑菇头又拎起锤子回去 飞出去的锤头掉在铁桶里 差点砸到了下面的修女 结果三人不小心弄掉了大钟 咚的一声正中修女脑门 蘑菇头和地中海赶紧下去救人 结果梯子是坏的 两人直接往修女身上砸 眼见站着高翘的光头哥就要摔下 两人赶紧拖走修女 结果 为了让修女苏醒过来 地中海拎起铁桶 这个修女真是命大 干完活后 神父表示孤儿院开到月底 就要倒闭 要想继续开下去 就必须筹够83万 而作为院内最靠谱的三名男丁 地中海蘑菇头光头哥自告奋勇 决定出城筹钱 三人想着让过路汽车 拖着他们走 谁知钩子钩是钩到车了 但他们绑的位置却是在单车后轮 差点来了个前列线刹车 这三个男人 一个投铁的不行 一个投秃的不行 还有一个还挺行 为了给孤儿院筹钱 他们来到城里挂着一副牌子 写着只要给83万 就能做任何事情 就在这时 一对夫妻找了过来 表示只要帮忙做掉老公胡子书 妻子金发姐 就会给三人83万 而条件则必须是 在晚上家里关灯时 悄悄地让胡子书安详地离开 好心的三兄弟本不想杀人 但听到胡子书饱受癌症之苦 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毕竟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能在月底前筹到83万 结果光头哥丝毫没有听到 刚刚的条件 冲着胡子书来了手肉蛋冲击 拼发姐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傻了 因为她要杀的老公 并不是胡子书 对方只是她的情夫 真正的老公 则是25年前 被羚羊走的小金毛 为的就是争夺遗产 金发姐气急败坏 直接开车走人 但蒙在鼓里的三兄弟 见钱还没到账 抓着车 一路跟到金发姐下车 金发姐表示 胡子书没有死透 还在医院治疗 不能给钱 三兄弟便立马来到医院 假扮成护士 混进了胡子书的病房 胡子书一见到他们 吓得连忙钻进石膏里头 哥仨随之点起炸药 往石膏里面丢 把胡子书直接炸飞天 紧接着蘑菇头 妹已经来抓他们了 他们跑上楼顶 一跃而下 却不巧砸到了路人 结果这个路人 正好就是金发姐的老公 也是三兄弟的小伙伴 小金毛 怕三人不信 他还拿出以前的照片 出来认亲 多年未见的几人再度重逢 别提有多开心了 小金毛还邀请三人 去参加自己的结婚典礼 而在此之前 三兄弟还需要筹到83万 众所周知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那么种鱼 想必也能得鱼吧 看看这高尔夫场上 遍地活鱼 我称他们为商业鬼才 而这项商业计划 当然又引来了警察的抓捕 三人再次逃亡 逃进一间密室 由于干了这么久 一分钱都没拿到 哥仨吵起了架 论吵架 当然是蘑菇头最猛 直接骂走了光头哥 和地中海两兄弟 就在这时 灯光一亮 掌声四起 这里居然是戏剧舞台 一位电视台导演 看中了蘑菇头的演技 直接签约他 作为自己的艺人 而光头哥和地中海 则到动物园买冰淇淋去了 这个全身负伤的胡子书 来到动物园 想找仇人复仇 结果不小心翻错园区 来到了狮子区 狮子好久没尝到 人肉的滋味 直接冲了过去 好在脖子上的锁链不够长 饶过了胡子书一命 胡子书一看 那气势又上来了 想咬我是吧 咬你的头了 然而就在仇人地中海 和光头哥这边 他们不小心将一颗花生米 丢进了海豚的呼吸道上 两人赶紧下水 来了段海姆利克急救法 成功让海豚将花生米喷了出来 谁知花生米一番飞行 郑重狮子要害 狮子瞬间眼红 怒气暴涨 直接扯断了锁链 让胡子书见识到 什么叫做得色 此时地中海和光头哥 见83万还没筹到 只好找到小金毛的养父这里 却偏偏看到他们一家的合照 这才发现金发姐是小金毛的老婆 而胡子书则是小金毛的朋友 这绿帽妥妥的呀 两人为了保护小金毛 冲去电视台 找到蘑菇头和解 随后哥仨来到小金毛的结婚典礼 找到了对方 刚要告知真相 胡子书和金发姐就跟了过来 狗男女想找借口解释 养父却举着枪来了 好家伙 原来主谋杀死小金毛的人 居然就是养父 而金发姐才是他真正的情妇 这关系也太乱了吧 为了做掉几人 养父威胁他们开道郊外 此时养父道出了真相 因为在小金毛的养母去世后 将遗产通通给了小金毛 所以为了争夺遗产 养父这才谋划了这出大戏 那这样看来 胡子书也很绿啊 就在这时 光头哥突然拿出一只小老鼠 吓得所有人惊慌失措 汽车直接开进了湖水里头 众人挤在车里动都动不了 光头哥却放起了屁 蘑菇头集中生智 点燃了一根火柴 就这样 众人顺利得救 哥仨想让小金毛借他们83万 但对方根本不肯 哪有拿钱 资助当初将自己送给 恶魔养父的孤儿院的人呀 哥仨没有办法 只好回到了孤儿院 却发现这里焕然一新 生机勃勃 这才知道 原来是电视台导演 特意资助83万给他们 为的就是让哥仨 成为自己手下的头号艺人 可真的是一出 happy ending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三个臭皮匠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